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梯 透视我国增发2023年国债1万亿元的深意 24日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国务院增发国债和2023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明确中央财政将在今年四季度增发2023年国债1万亿元 增发2023年国债目的何在 增发的国债用于何处 万亿元的国债资金如何管理 为何增发支持灾后恢复重建 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必要之举 今年以来 我国多地遭遇暴雨 洪涝 台风等灾害 部分地区受灾严重 损失较大 地方灾后恢复重建任务较重 同时 近年来各类极端自然灾害多发频发 对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8月17日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会议提出 加快恢复重建进一步提升 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这些重点工作离不开真金白银的保障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尽管年初预算已经安排了相关常规救灾和防灾减灾资金 但难以满足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需要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刘仪看来 叠加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保障三保支出等因素 地方通过自有财力大幅增加相关领域资金安排的余地较小 增发2023年国债 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以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有关工作落实 集中力量支持灾后恢复 重建和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板 整体提升我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从国际上看 不少国家也会在年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 进行一些预算调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石英华说 根据今年我国的灾情 中央财政增发国债调整预算是务实之举 体现了财政家里保障重点支出的导向 如何使用 增发国债将于四季度发行 资金全部安排给地方 据了解 结合灾后恢复 重建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需要 并统筹财政承受能力 中央财政将于四季度增发 2023年国债一万亿元 并通过转移支付方式 全部安排给地方 其中 今年你安排使用5000亿元 截转明年使用5000亿元 中央财政增发国债 但具体资金使用 全部都在地方 这有助于缓解地方财政收支压力 进一步优化了财政支出结构 也进一步优化了债务结构 石英华说 资金使用方面 据财政部介绍 将重点用于八大方面 灾后恢复重建 重点防洪治理工程 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 其他重点防洪工程 灌区建设改造和 重点水土流失治理工程 城市排水防漏能力提升行动 重点自然灾害 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程 东北地区和经经济受灾地区 等高标准农田建设 此次资金使用安排 跨越今明两年 体现了政策的连续性 资金使用方向 兼顾了当下和长远 在支持灾后恢复重建 保障民生的同时 海拙力补短板 强弱项 加强抵御自然灾害的 长期能力建设 有利于促进高质量发展 石英华说 此次增发的国债 将在今年四季度发行 我们将及时启动 国债发行工作 目前财政部已对 四季度国债发行计划 做出调整 为增发国债留出空间 这位负责人说 下一步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 加强项目审核把关 尽快将资金落到具体项目 财政部还将及时下达 国债项目预算 推动加快形成实务工作量 国债资金投入使用后 也有利于带动国内需求 有助于进一步巩固 经济回升态势 由于说 怎样管理 中央预算相应调整 增发国债资金 纳入直达机制 在增发国债之后 2023年中央预算 也做出相应调整 据了解 2023年 中央本级支出不变 中央对地方 转移支付比年初预算 增加5000亿元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预算 相应增加5000亿元 支出增幅由5.2% 提高至7.4% 与此同时 财政制资也相应增加 2023年 全国财政制资 由38,800亿元 提高至48,800亿元 中央财政制资 由31,600亿元 增加到41,600亿元 预计财政制资率 由3% 提高到3.8%左右 近年来 中国政府负债率 低于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 在留意看来 当前我国政府 具有增发国债的空间 此次增发后 风险整体可控 万亿元的国债资金 如何管好用好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 将充分利用直达机制 将国债支出资金 全部纳入财政 直达资金范围 实施全流程跟踪监测 确保资金按规定用途使用 我们还将组织财政部 各地监管局 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 盯紧盯牢 国债资金使用 严查即占挪用 国债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有效防范政府债务风险 这位负责人说 买 再按个权